歡迎大家收聽 收睇 議會內外 我是劉慧卿 今天我的嘉賓是李嘉豪 是時事評論員 兼大專講師 我很多謝嘉豪 他上來幾次了 你們大家都說記得 多謝你的厚愛 阿卿姐 多謝 我剛才才稱讚你 你還沒進來 我為什麼喜歡和你做節目 因為你好生鬼 而且你說話很吸引 但表情沒有你那麼豐富 我起碼有四個字 說得沒有你那麼有中氣 喜有此理 說得也說不到 你回去學一下 尤其是洗澡的時候 開大水後學一下 你洗澡說喜有此理 不是 你總是在沒有人的地方說 或者走出街上說 但另外一個 我喜歡和你做節目 你對時事很掌握 很多東西都有自己的看法 這個非常之好 我覺得年輕人很重要 有個主見 還有要有個原因 為什麼要這樣看 跟我們不同意 同意是沒有緊要 我欣賞最喜歡和你做節目 因為你怎麼困都可以 什麼要怎麼困 意思是說 如果你覺得你有道理 如何挑戰你 如何開放的討論都沒有所謂 民主就是辯論 民主是合作 民主也是妥協 但是最終 民主是大家要談 希望有個共識 如果沒有的要投票 這些過程 要跟學生說 所以我說 我就不介意 我說完就輪到你講 你最重要不要說粗口 你講粗口就不行 我立法會一講粗口就拼出去 如果不是沒有問題 你不需要樣樣的同意我 你告訴我你不同意 為什麼不同意 如果我覺得你講得對 同學很厲害 我還說你厲害 否則我又講給你聽 你又再跟我搏 我覺得在這個節目也好 我去到其他場合 我都是很喜歡 但是我就很 我真的不喜歡那些人講粗口 還有有些人 他是不會讓你說的 因為你一張開口 想說話 他就已經害你了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香港 你都是年輕人 你明不明白為什麼這些文化 好像越來越多 上到你這裏就好 因為現在不是一大班 那些虛的人在 不過問題是這樣 有沒有粗口 影響不到那個人的 argumentation 他的理據 沒有中英夾宅 我講粗口 是不是好我講粗口 我講粗口 沒有中英夾宅 好我講粗口 下次這樣告訴他 好我講粗口 不過這樣 老實講 起碼 如果你就以事論事先 兄姐 起碼很多人就會覺得 我最記得很多年都是多倫多 但有一年 我那時候還很小 那時候讀書 那我一年就代表 學校的媒體訪問你 你可能已經不記得了 九幾年了 即是 我過來加拿大 我回來香港 你回來香港說 那時候兄姐最流行的 就是黃色外套黑色衣服 穿著都是這樣 戰衣 這個是前線 前線的戰衣 那時候兄姐 依然是 那個頭很形 散下來 就是摸頭髮 那很多人就會覺得 那很多人就會覺得 那兄姐 那麽多年 無論是保養得很好 那樣子就沒有變 依然保持得很好 但問題是 有些問題的看法 有不同 我記得我九幾年的時候 我問你 那兄姐 我最記得的 我們問 我還那時跟你講開彭定康 不是 Jonathan Dimbleby 本書 那不是 那麽說 劉慧卿這個人 你怎麼也不花六十席 直選 每樣東西都要慢慢來,有些妥協行不行 他叫我撞頭埋牆,headbanger 還有會點,還記得藝聯那時候 1994年 羅玉啟,你所謂千古罪人 不是,歷史罪人 哭得很緊,羅玉啟 還有李華明那些 但現在不單止你和李華明做了黨友 但問題是,那時候我還記得,我那個錄音大都還在 你跟我說,家豪,那個功能組別世界上 哪裏會有個地方做功能組別這些 你找個地方給我看 然後你又說,功能組別這些 所以你說,有什麼妥協 六十個全部直選,沒得談 今時今日,你們對功能組別好像沒記住這麼硬 好像區議會又說,有得談 其實今天的卿姐是否跟以前已經輕輕了 我相信,我們一直很多年,是站得很硬 就說要功能組別 所以當時彭定康方案都不行 我記得很多人都走來遊說我 因為他們這個是,很多人都未出生 那個是我們最喜歡的卿姐 1994年 當時,我那個就過不了,輸了一票 彭定康方案就過到 即他差點被人收定 多得你說明,多得你的黨友 那個不是 那個,修訂那個大家都反對 即是所有民主派都反對 好像應該是楊孝華 當時自由黨說要修訂他 如果自由黨修訂成功 我相信彭定康就會下台 他就贏了一票 但我們民主派全部都是反對修訂的 修訂完了,想修訂失敗了 我們都要投分彭定康那個 很多人,保安黨都歸分隊 彭定康那個就救票過 然後到我,提私人草案 那時候就可以了 因為那時候殖民地管治 立法局的議員還有權 自己提交一個私人草案 現在不行了 你那個其實是 我就輸了一票 你說明年慘 因為他們四票會點棄權 不過如果你跟他們說一些公道的話 就是當他們那四票給我 即是我當時就二十票對二十一票 就輸了一票 變成我二十四票 那就會對二十五票 因為當我輸了之後 有一個議員走過來 嘻嘻 你都嘗到以一票之差 輸的味道了吧 因為他們剛剛就是嘗了 彭定康以一票之差贏了他們 是 所以他就很生氣 他就很生氣 其實都不關我事 為什麼你都不是支持彭定康 是的 但是他都要這樣做 就是他是怎樣 因為我們坐下的人都不會動 小朋友鬥氣而已 是的 他就看著你 你二十嗎?好 我放二十一 你二十四嗎?我放二十五 小朋友就該你死 我再回答你 那是對 我們一直都大家都很堅持 這樣去到二零零四年 當時我們前線 我們都是沒有派人去參加功能組別 因為我們是參加直選的 當時那個功能組別 就有人出來參選 就找我幫忙 找我支持 那個人叫張超雄 我自己是很欣賞超雄的 社福界 是的 我覺得他做事很硬正很好 但是他就選社福界 所以當時我們前線 大家都有些談 大家都沒有意見 大家都覺得是可以支持他的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 他的政綱就是要廢除功能組別 還有 有些甚至說很多年都支持過 他說寸土必爭 這個是個位來的 為什麼我們不爭呢 所以我都覺得 是的 我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沒有機會贏的位 當然不去爭 因為你去爭就做戲 但是你是有機會贏的 那如果你要是給他 要是你給個保皇黨 那我當然是幫他 沒有 但是有些人說 你又要不停去攻擊他的認受性 你自己又玩了一份去加強他的認受性 我明白 所以嘉豪你提出來是很好的 這些論據我相信永遠都對 我現在都不是跟你說這件事 我只不過是說 以前 十幾年前 和兄姐第一次見面 那時候是小粉絲 但是起碼 我見到你的時候 聽到功能組別 基本上你的潛意識 就是條件反射 已經會喊一句 豈有此理 但是今時今日 真是的 現在你竟然是 對那個功能組別 你們的黨 喂 就好像說 談有得談 是不是人 又成熟一點 又會有 你可能說我是轉了一點 這個是 我都跟你說 就算2004年 超紅去選 我也支持他 一個人 一個人 特別遠 你說制度上的問題 這樣呢 我們兩三年前就加入了民主黨 大家都知道 當時呢 前線也是開了很多次會 自己討論 去到最終 也是在黨大會上投票 是不是和民主黨合併 也都是大家同意了合併 大家當時也知道 民主黨是一個什麼組織 民主黨也都有人 是參加功能組別的 那時候是 張文光現在是 那時候也試過羅志剛 也試過何敏嘉 他們是一個這樣的架構 大家去加入的時候 大家是知道的 如果大家說 我們很抗拒的 我不會有功能組別的 那些是不要加入的 如果你加了進去 入到那個黨 人家撤召 我們派人去選 我們不肯的 當然也可以 但是呢 在那個討論的過程 大家是沒有這麼說 所以你說 哇 那你們就變了 從那個角度可以是 就是大家 為什麼 不過現在時間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就停一會 回來 回來 回來入獄嗎 很多獄給你入 待會回來繼續談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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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見